大家好,现在是夏季,而且是在六月这个时间 其实那是我们人体趋势最好的季节 今天很开心,刚才有一个年轻人在听讲座的过程当中 一直就给我的回馈是非常的阳光,非常的正能量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舌头 他的舌尖非常的红,我说他有一个心事 也就是有一个心思,小心思 也就是心火比较棒 那么这个孩子说太对了,心里一直想这件事 我说想什么事呢,他说想奶奶 因为奶奶把他带大的 我说那奶奶你为什么要想奶奶 他说奶奶关心病了,因为去年放了指甲 今年又放了指甲,感觉好像身体呢不如从前了 其实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年轻人 也希望你的奶奶能看到这段视频 我们放指甲,关心病放指甲不可怕 这是因为你的技术,我们现在技术越来越先进了 你在颈动脉或者我们心脏冠状动脉 堵了70%的时候,是需要放指甲的 这样子呢,是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而且延长生命 但是放了指甲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呀 可怕的是你没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你要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堵 是不是你的生活方式不正确呢 我们要创造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四句话十六个字 叫合理善食 食量运动 戒烟献酒 心理平衡 我知道奶奶不一定抽烟 但是你周围是不是有抽烟的人 我知道奶奶在基层肯定不是一个享受荣华富贵的 这样的一个奶奶 年轻人说是不是 一定是很艰苦的 那么在艰苦的过程当中 是下地干活的吗 或者是在家里操吃家务 那么你吃饭一定是咸了 第二个吃饭速度一定是快了 第三个你的睡眠肯定不是很充足的 第四个你的脾气不一定好 如果你适合这四个方面就要纠正自己 我们还要多吃大叶蔬菜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我们血液粘稠度高 为什么心脏冠状动脉会堵 颈动脉会狭窄 都是因为我们血液粘稠度高 血脂高 胆固醇高 那么你是不是没有机会去体检 或者是没有重视体检 那么从今年开始 你要去体检 体检完了之后呢 把您的体检报告让孙子带给我 我觉得你有这么好一个孙子 我帮你去分解您的体检报告 分析您的体检报告 然后呢给您一个食疗方案 尤其是你在放了两个支架之后 放两个支架并不可怕 我们有很多人还放七个放八个 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 你还会堵 你还会放 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健康的生活方式伴随我们 看一下2022年的膳食指南 里面呢有粗细搭配 就是粗粘和细粘 我们要搭配着吃 而且粗粘讲的是什么呀 五股杂粘 不单纯是什么玉米面 棒子面或者是红面 我们还有一些豆类 杂豆类 我们也要混着去吃 让我们的营养平衡 而且我们还是要吃一些肉 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朋友 就说不吃肉 那我们的肌肉力量就不够了 我们的肌肉就会慢慢的衰减 肌肉在衰减的过程当中 我们人的性命也就慢慢的丢失掉了 那么对于这个奶奶来说 我不知道您的年龄是不是有我的 那么在这里我就像这个孙子一样 就像孙子在给您问病一样 您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要注意多吃大叶蔬菜 尤其是这个季节 新鲜的水果蔬菜您一定要跟上 而且您要起来运动 一定要运动 您越躺着 您的血液粘稠度会越高 打过程会越高 基础代谢率会越低 越低的话你的代谢的越低 那你就堵的越多 能听明白吗 我们冠心病不是不能运动 我们是要适量的运动 能听明白 好了 如果说您能听明白了 按照我说的去做 第一个 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 该做什么 中午吃什么 早晨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每天饮水怎么样 我们下一期节目 告诉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